拿到书的同学呢 咱们就用书上课了 没拿到书的同学就用电子讲义 或者打印的讲义上课 好了 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开始上课 好同学们晚上好 那我们继续来讲解 审计基础进阶班的第三章 第三章叫做审计证据 那第一节介绍的是审计证据的性质 我们续着上节课继续往下讲 但是我们首先还是先来回顾一下这张脉络图 谈到审计证据这一章 我们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性质 第二个问题是取证的程序 大家可能想问 说这个取证程序跟审计证据有什么关系呢 它的关系是通过实施审计程序获得审计证据 我经常说 我说证据是靠我们勤劳的双手 通过我们做程序才能获得的 所以本质上程序是获取证据的方式 那这章在讲解的时候 性质要讲两个问题 一个是充分性 一个是适当性 在适当性当中 我们首先要去讲谈论逻辑关系的相关性 那这节课我们要讲谈论可信程度的可靠性 在讲解程序的时候 我们要讲七个程序 那其中含证和分析程序 是我们教材当中需要让大家重点掌握的 脉络图要时刻记载心中 上节课我们学到了这儿 我们把充分性 适当性 相关性 都介绍完了 大家一定要清楚 哪些是关乎于审计证据的数量的 哪些是关乎于审计证据的质量的 什么叫做质量 什么叫做质量比较高呢 那叫相关且可靠的 才叫做高质量 什么叫做相关性来着 它指的是 我们所实现的目标 我们所针对的认定 和我们所做的程序 所拿到的证据之间 一定要具备逻辑上的联系 它讲究的是逻辑性 那这节课我们接着往下讲可靠性 可靠性呢 非常简单 说这个人可不可靠 说小金老师是一个可靠的人 而刘忠是一个不可靠的人 他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可信程度 为什么小金老师比较可靠 因为按时来给大家上课 兢兢业业 热爱同学们 热爱教育事业 为什么刘忠不可靠呢 因为他总是借钱不还 那这叫做可信程度 所以可靠性这个词 我觉得没什么太难理解的 本质上讲的就是一份证据 到底可不可信 那可信与不可信 我们在考试当中 就可能会要求各位同学做判断 在这里呢 其实你会看教材的证文 没有给大家讲解太多 如果你翻开我们的打好基础 那么在可靠性以下呢 也没有什么证文 要求大家去掌握一些太复杂的理论 重点就是怎么做题 怎么得分 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开门见山 直接给大家介绍解题高手 考试怎么考 命题的角度是 判断不同的两份 或者几份审计证据 它们之间的可靠性的高低 你看啊 这个命题角度就非常好的展示出了一种特性 这种特性就是在讨论 说一份证据是不是绝对可靠 一份证据是不是绝对不可靠 它不是这么讨论的 而是相比较而言 谁的可靠性更高一些 谁的可靠性更低一些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谈论可靠性的时候是相对而言的 怎么判断呢 我从我们的教材当中 从历年真题当中 从审计实务当中 一共总结了 1234567 7个判断的方法 我再提示一下大家 大家不用拿着打好基础和教材一一对照 因为你会发现 有些打好基础上有 但是教材没有 有些教材上可能有 我们打好基础未必会收录 原因主要是根据考勤来进行判断的 我的原则只有一个 对大家复习备考有没有帮助 有帮助的 大纲里需要的 即使教材里没有 也要总结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说亲自获取的 一般比被审计单位提供的 要更可靠 亲自获取 那体现的是注册会计师去取证的过程 是我们亲力亲为的 而被审计单位提供的呢 是他自制的 所以自制的证据 肯定没有我们注册会计师 我们亲自去获得的更可靠 比如说 注册会计师亲自检查存货 那就比被审计单位提供一张盘点表 往往要更可靠 这第一点 很好理解 说来自外部独立渠道的 就通常比其他渠道的更可靠 什么叫其他渠道呢 考试当中一般喜欢考的 就是被审计单位内部提供的 这里我请大家画一颗心 我想说的是 这个地方呢 不仅可以考你单选题 多选题 让你比一比 说谁更可靠 而且他经常在简答题 甚至综合题当中出现疑问 他怎么说 他说这份证据是被审计单位管理层 被审计单位财务人员 被审计单位业务人员 他们的答复解释声称说明 由他们提供的 由他们制作的 由他们发送给注册会计师的 只要出现这些词 大家的神经必须崩得特别紧张 你要知道 这叫做被审计单位的内部证据 内部证据肯定比不上 外部独立的证据更可靠 比如说 说寄到事务所的寒症的回寒 这是外部独立第三方 直接和咱们取得联系 而后者呢 说被审计单位转交的寒症 那经由被审计单位人员之手 那个性质味道就变了 因为经你之手就有可能被篡改 被隐瞒 被遗漏 被涂抹 甚至被舞弊 那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第二点也好理解 注意啊 不光是单选多选 大题当中也要掌握我刚才说的 那个解题的思路和窍门 第三 说一家被审计单位 如果它的内部控制是有效的 相比一家被审计单位 它的内部控制是薄弱的 那通常而言 你说哪种情况生成的证据会更可靠呢 一定是井然有序的 比一团糟的要更可靠 这是第三点 再来看第四点 直接获取的 比间接获取或推论的 要更可靠 什么叫直接获取 那往往我们所介绍的是 我们能够直接看得到的 我们亲历的 那这个叫做直接获取 比如说我们肉眼可见 那叫观察内部控制的运行 我们看到规章制度 果然有人按照规章制度办事 这叫观察 那什么叫做间接获取会推论的呢 询问 你问他 说内部控制按照规章制度执行办事了吗 他告诉你说 是的 的确如此 但是你毕竟没有亲眼所见 你需要绕个弯 你需要脑子里想一想 你需要推断一下 这才能够获得这份证据 那因此口说无凭 所以前者比后者更可靠 还有一个例子在这 说积极式的回函 比消极式的回函 往往要更可靠 为什么 积极式的回函 那叫直接获取的 什么叫积极式的回函 你看比如说 假公司 他应收已公司500万 那注册会计师 给乙公司发送了一份函证 认真听 这份函证是积极式的回函 积极式的回函要求 说乙公司 你别管认可还是不认可 记住啊 都要给我回一封信 这叫积极式的 而消极式的呢 说我一封信发过去 我告诉乙公司 说如果你认可 你就别回了 你省点事 如果你不认可 你再给我回 你看一个是积极 一个是消极 如果大家能够听懂的话 我让你假想一种情况 假设 注册会计师 发了一封积极式的 也发了一封消极式的 最后的结果是 都没有收到 寻证函的回函 都没收到 那好 对于积极式的回函 你所能够推论的 你所能够得到的信息是什么 假设都没收到回函 可能是 对方没收到 收到之后没理会 还有呢 可能快递计丢了 这种情况 而消极式的寻证函呢 他所能够得到的结论就是 既丢了 没理会 但还有一种可能性 可能性就是 对方认可这个金额 但是不给你回复了 所以这时候就要你要猜 你的猜就是 哎呀 如果没收到 是不是对方认可呢 你的脑子里就需要进行推论 可是积极式的就不会这样 那认可就会回 不认可 他也会回 所以你会发现 积极式的就比消极式的 一般来说会更可靠一些 这个问题在韩正中 我们今年会给大家讲的更深一些 在这儿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就行了 再比如说 说实施视频取证 什么叫实施视频取证 我跟被审计单位连线 然后来观察 在视频另外一端被审计单位执行某些工作的情况 和另外一种情况说 观看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视频 那相比较而言 前者就比后者更可靠 因为前者是直接的 而后者呢是间接的 前者是我们注册会计师亲自获取的 而后者呢是被审计单位内部提供的 最前后本身有一定的关联 这也好理解 第五点 说文件记录比口头形式的往往更可靠 就中国一句古话嘛 口说无凭 这个都好理解 但是在这儿啊 我请大家瞪大脸睛好好看 文件形式 我给你标注了两种 一种叫纸质 这不就纸质吗 纸质版的只做好题 还有一种呢 电子介质 比如说 你们在班级社群的小程序当中来做题 那不就是电子版的吗 你要记住 纸质和电子形式的都叫文件记录 他们跟谁比 跟口头形式的比 比如说开个会 如果会议有书面记录 那么可靠性就比事后的口头转述要高得多 所以这就是可靠性的高低 但是我刚才提醒大家了 考试当中给你挖个坑 他怎么说呢 他说文件记录比口头答复可靠 你说对 可是他如果说 说文件记录纸质版的比电子版的要更可靠 你就说不对 因为这两个都叫文件记录 没有必然的输高输低 一定要综合考虑 不能只因为说形式不同 你就认为纸质的就比电子形式的更可靠 现在呢是电子信息技术的时代 那电子形式存在的文件记录 说实话是海量的 如果你这么比的话 有失功允了 第六 说原件比传真件或者复印件往往更可靠 这也好理解 因为原件上面签着字 上面盖着章 上面摁着我们真人的手印 而传真件和复印件呢 它毕竟是副本 它有可能会被篡改 被图改 甚至被遮遮掩掩 被遗花接木 然后给你复印一份 给你传真一份 所以前者比后者更可靠 但是同学们需要大家注意 传真件和复印件之间 它并没有必然的孰高孰低 考试在这再给你挖个坑 他说了 说传真件就比复印件更可靠 对吗 不对 没有必然的孰高孰低 它们都跟原件比 但是它们两个之间 你不要下定论 再看第七 多环节流转的 就比单环节流转的更可靠 所以你们会发现 比如说一些大型的考试 高考 中考 甚至我们注册快试的考试 在阅卷的时候 都叫流水阅卷 什么叫流水阅卷 能让你一个人判整张的卷子吗 说你高考考语文 从选择题开始 到诗歌鉴赏 到阅读理解 到最后的作文 一个人从头判下来 决定了 你就考多少分 这叫单环节 多环节呢 各个环节 都要流转这份文件 都要处理这份文件 大家都要留下文件的处理 审批的记录和痕迹 那么众目睽睽之下 往往就是光天化日之下 它就是有正义 靠谱 可靠 可以信赖 对吧 所以本质也是一样的 所以举例子 比如说 一份员工 奖金的发放通知书 它至少流转到了好几个地方 第一个 计算的时候 发放的时候 有人力资源的部门 有财务的部门 制作的时候 人力资源部把它做出来 有人批准 发放给员工本人的时候 有员工本人的见证和认可 多环节流转的 而财务奖金的计算表呢 那是咱们财务自己算的 算完之后 保存在我们自己的电脑里 而没有经过 其他部门的流转和使用 所以前者的可靠性 一般比后者要高 1234567 我讲完了 我问大家 这些难吗 有没有人告诉我 说老师 我觉得这个我都很难 我都听不懂 肯定不会的 为什么 这叫生活常识 那因此我想告诉大家 在未来考试当中 有没有可能说 这个地方给你考一道简答题呢 历史上有过 但是十年以前了 就最近十年 或者我们说最近三五年 这个地方绝对不足以说 给大家出一道简答题 过去考过 比如说给你六七组证据 问你说 请论述一下 这些证据可靠性的高低 可是这种题在现在的话 我觉得就太简单了 所以这儿大家掌握的时候 主要还是单选 或者多选 按照这个标准来进行把握 需要大家关注的是 在考试当中出什么题 怎么用 咱们来看这道2020年的单选 我们请小四帮大家 谈一个答题框 谈在下面 然后大家来选一选 这道题目的选择应该是什么 让咱们选择的是错误的 关乎的说法是审计证据的相关性 大家要注意啊 什么叫相关性 脑海当中必须要建立一个基本的思路 选什么 ABCD四个选项 咱们逐个分析 A 说审计证据的相关性 是审计证据适当性的核心内容之一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 相关性 属不属于适当性 属于 因为相关性是逻辑关系 适当性是质量 相关性是质量的一部分 第二个 是不是之一呢 当然是了 因为在适当性当中 除了相关性 还有一个叫做可靠性 所以A选项是正确的 大家一定要刨丁解牛 要分析到这种程度 不放过每一个细小的知识点 B选项 说审计证据的相关性 影响审计证据的充分性 相关性是质量 充分性呢 是数量 质量影响数量 这个说法是否正确呢 咱们讲过 说质量越高 数量可能越少 质量有缺陷 数量于是无补 而且上节课大家还记得吧 我给你画那张脉络图的时候 我专门专门说过 我说这个地方是坑 考试当中一定要躲开 所以B选项这个说法 他没说错 可是一定要注意 反过来说那就错了 我们绝对不能说 审计证据的数量 审计证据的充分性 影响审计证据的质量 影响审计证据的适当性 当然适当性当中 你说可靠性和相关性都属于质量 反之说那就错了 所以B选项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C 审计证据的可靠性 影响审计证据的相关性 大家注意 可靠性强调的是可信程度 而相关性强调的是逻辑关系 逻辑联系 这个说法 第一个 在我们的理论当中 没有任何的依据 上课没讲过 书上没写过 这个说法肯定是有问题的 但是这样学呢 太过于刻板 我给大家的要求是 请大家一定要往深了想 一定要琢磨透彻 要知原理 懂原理 用原理 原理上为什么C选项不对 咱们来想想 咱们这么想 如果可靠性影响相关性 就意味着可靠性高 那么相关性就会做出相应的反应 可靠性低 那也同类可推 如果你利用这样的逻辑去分析它 你会发现非常的荒谬 为什么呢 说一份证据只要它可靠 它的相关性就高 一份证据只要不可靠 它的相关性就低 没有必然的联系 为什么 相关性 它受到的影响因素 主要是测试的方向 审计程序选对了没有 而可靠性 主要是取决于 比如说 审计证据的来源 生成审计证据的环境 话而言之 一份证据它可能非常的可靠 但是它跟你要测试的目标 八杆子都打不着 那相关性可能都很低 反之 一份证据它可能不是特别可靠 但是它确实 与我们要测试的目标有关 所以你看 可靠性和相关性是平行的两个概念 它们共同的构成了质量的组成部分 而它们两个彼此之间 没有逻辑上必然的关系 你不能说一份证据可靠 它就必然相关 所以C选项这个说法 从原理上 从教材上 咬文嚼字也好 白纸黑字也好 弦外之音也好 都不对 C 大家要把它理解的到位一些 D 审计证据的相关性 可能受到测试方向的影响 咱们上节课讲过 你要复习 比如说 如果是顺查 顺查 那指的是顺着会计作账的方向 从原始凭证出发 查到账簿记录 我们的思路应该是 有这么多的原始凭证 都入账了吗 它查的是完整性 反之 逆查呢 从账面记录出发 追查到原始凭证 我们的思路是 账上你给我写着的 都有没有原始凭证的支持呢 都是真的吗 它查的是存在或者发生 它关乎的是高估 所以你会发现 相关性和测试方向之间 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所以D选项 这说法也是对的 大家注意 做题的时候 脑海当中 一定要把小曾老师 刚才说的那些话 说给自己听 因为这样才叫做复习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达到 举一反三的效果 本题答案选的是C 这道题啊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比如说B C两个选项之间 有一定的迷惑性 有68%的同学做对了 你看好B选项 有1%20%的同学 在我们的课堂上 还是选了B 那意味着 大家对某些知识和概念的理解 不够透彻 或者是你不够细心 大家呢 要养成 好好做题 科学做题的习惯 再看一个 3-2 这是一道模拟题 单选 我们让小四再给大家 谈一个框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做题的结果 ABCD 让我们选择 审计证据的可靠性 哪个选项是错误的 A 电子形式的 比口头形式的 更可靠 那就要想 什么叫电子形式 电子形式 那叫文件记录 口头形式的呢 那叫口说无凭 所以A选项这个说法 是正确的 但你不能说啊 说电子形式的 跟纸质版的 必然谁高谁低 这是错的 因为他们都叫文件记录 再来看B选项 说复印件获取的证据 比传真件获取的证据 更可靠 发现了吧 同学们 解题高手认真看 反复琢磨 考试当中 就能够直接锁定正确答案 平时如果解题高手 不好好看 掉以轻心 琢磨半天 考试当中掉坑了 所以B选项这个说法是错的 他俩之间 没有必然的 孰高孰低 只是说复印件和传真件 都没有原件可靠 C 外部独立来源 获取的比其他来源的 通常要更可靠一些 这是对的 外部独立来源 比如说韩正 有外部独立的第三方 他来填写的 他寄回给我们的 那就非常的说明问题 递选项 直接获取的比推论的更可靠 直接获取的 是我们亲眼所见 是我们直接获得的 而推论的呢 要绕个弯子 那因此递选项 也是正确的 错误的选择的是B 这道题没什么难度 96%的同学都做对了 恭喜大家啊 说明大家学的不错 讲完这里之后呢 你会发现啊 我们把审计证据的相关性 可靠性 都介绍完了 那当然啊 也把充分性和适当性 给大家也都说完了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不够啊 真的不够 为什么 这才到第一层 或者第二层 我现在要求大家 要学到第三层 回到这个解题高手 你跟着我好好看一看 我刚问大家 你觉得难不难 大家一口同声的告诉我 老师这个不难 为啥呢 因为是生活当中的常识 可是 我告诉你 考试当中 未必给你白纸黑字 直接这么考 我从第一节课就说 我是审计考试换说法 审计考试 是应变性非常强的考试 人家考你弦外之音 怎么出题呢 人家给你这么出 你平时不都学了吗 马东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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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考你什么 你以为考马什么没 A选项东 B选项西 C选项南 D选项北 我知道马东没 不是马西没 不是马南没 马北没 是吧 可人家考试考你 马东没住几楼啊 你不会了吧 这也是 人家考试未必考你两个 直接拿出来比 人家考什么 我跟你说 你来听一听 这些在比什么 你得想明白 比的是可靠性的高低 那换而言之 我能不能这么说 小庭老师总结的 这1234567 本质上 都是可靠性的影响因素 能不能这么说 当然能 如果不是影响因素的话 怎么会产生高低的差异呢 怎么会给你列在这呢 你有没有想到这一层 好了 随考试当中考你了 认真听啊 说下列各项中 会影响注册会计师 所获得的审计证据的可靠性的因素有 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 人家给你这么出 我来说一说 你来听一听 A选项 说审计证据的来源 B选项 生成审计证据的环境 C选项 注册会计师的取证方式 D选项 注册会计师的样本量 好了 这道题给你放在这了 你们发现没有 是不是有种感觉 老师好像有那种味了 什么味真题的那种特别别扭 想让我死的那种感觉出来了 对吧 所以啊 学是学 这边是考是考 发现没有 你平时学这七个你都知道 可是你深度思考了没有 你总结提炼了没有 你抓住本质了没有 这题选什么 这种题你得会做 A 审计证据的来源 选不选啊 当然得选啊 来自哪 外部独立的 还是其他渠道呢 B 环境选不选啊 你得选吧 你看咱们讲了这么多 内控有效还是薄弱 这是不是在说 生成证据的环境 被谁那位使用的设备 你看 到底是 原件 还是传真件 还是复印件 给你提供的 到底在什么环境下提供的 这是不是要选呢 你看 证据的流转环境 是不是也影响可靠性 到底是多部门 还是单部门 取证方式 亲自 还是道听途说 直接的 还是间接的 还有 文件记录的载体 存在的方式 纸质的 电子的 还是口头的 是不是都得选啊 样本量呢 那你就注意了 样本量影响的是数量 影响的是充分性 影响的不是可靠性 这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给大家讲的概念 你说老师 我要往深了琢磨 把道理理解透彻 你要这么理解 样本量 那叫证据的多与少 一份证据 只要是不可靠的 你给我一车 它也是不可靠的 一份证据 只要它是可靠的 哪怕你给我的是一份 它也是可靠的 所以样本量影响充分性 而并不影响可靠性 不是可靠性的 最主要的 最直接的影响因素 所以这提选ABC 所以同学们 这是我给大家讲的 这叫学到第三层 就是你在掌握了这些 白纸黑字之后 得往后深深的琢磨一下 考试当中 一旦人家给你换说法 一旦人家给你提炼 总结 考背后的原理精髓 你还能够把题目做对吗 好了 这种的话 大家才能够说 把这种思想的深度 学得更深 审计考试才更有谱 我就说到这么多 大家下课之后 再仔细的体会一下 掌握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说第三个问题 学完了充分性 学完了适当性 咱们来掌握一下 两者之间的关系 如何去评价他们 这是一颗星 主要考的话 还是单选多选题为主 个别的地方 有考主关题的一些考点 我再提示大家 有这么几点 第一个 说对文件记录的可靠性 如何进行考虑 大家掌握这么几个观点 第一个 说咱们审计 是不是打假卫视 是不是见假专家 是吗 注意啊 通常不涉及 我们并不是 鉴定文件记录的 真伪的专家 说老师这个该如何理解 我告诉你很简单 你上书的会计工六门课 从刘忠老师 他在隔壁讲会计 到我这儿讲审计 到这边 我们有讲法律的 讲税法的 讲经济法的 讲战略的 讲财管的 读读没有什么 没有给你讲过吧 说真伪鉴定这门课 有吗 没有 所以咱们真的不是 鉴定文件记录 真伪的专家 你能够知道 什么样的印章是真的 什么样的文件 是伪造的吗 我们不能 我们没有这个专业能力 所以第一点把握好 第二个 可是你需要知道 当你明显的发现 一份文件 它可能是伪造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 被审单位 给你提供了一份文件 你拿进了这么一文 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一股萝卜味 意味着什么 这个章是个萝卜章 然后再看旁边 财务总监的签字 刘忠 写了个错别字 忠写的是这个忠 可是人家上市公司 财务总监的刘忠的忠 明明是上面一个忠 下面一个心啊 名字都写错了 所以这个时候 应该引起你的警觉 警觉是 这东西是伪造的 那此时 你能不能说 我反正不是 鉴定文件记录 真伪的专家 于是这个事 与我无关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这是不行的 否则你叫 没有保持必要的职业怀疑 因此准则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认为是伪造的 那么注册会计师 应该做出 进一步的调查 所以掌握两个层次 第二点 说如果使用 被审计单位 内部生成的信息 大家注意啊 如果一份记录文件 是被审计单位 内部生成的 然后我就告诉你 说这份文件记录 不可靠 你们认同吗 是否认同 认同不认同 还是我也说不清楚 我也不知道 我告诉大家 你的答案是 你要旗帜鲜明的告诉我 老师我不能认同这个说法 为什么 因为小郑老师最开始讲过 可不可靠 那叫相对而言 你不能说 只要是被审计单位 内部生成的 就一定不可靠 这个说法 不是非常的严谨 所以不能这么说 但是我们讲过 说一份证据 如果是被审计单位 内部生成的 那至少我们要画个问号 它比起注册会计师 亲自获取的 直接取得的 一般来说 可靠性 是偏低的 那可靠性 既然要偏低 我们就要对它 保持必要的 足够的职业怀疑 和谨慎性 所以准则提出了一个要求 说如果给你一份 被审计单位 内部的文件记录 你必须要去关注 这些信息 它准确吗 完整吗 这是我们必须要把握好的 好 然后我告诉大家 这句话 大家都能听懂 体现的是职业怀疑的精神 这第一层 第二层是 我要求大家 把这句话给我背下来 我要求大家背的原因 也很简单 是因为在考试当中 如果你发现 题目告诉你 这份文件 这份资料 它就是被审计单位的 管理层 治理层 被审计单位的财务人员 业务人员 销售人员 由内部的人士 给咱们提供的 那我们这个时候 要打一个问号 我们要想一想 这些信息 它准确吗 完整吗 这句话就是答案 这是第二层 好了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说第三层 第三层是大家必须要把这个问题想得更深一点 结合咱们的实物案例 我举个例子 你来听一听 我举两个 你跟着我听两个都很重要 第一个例子 说注册会计师现在在审计被审计单位的人工成本 假公司 假公司呢 往往也是大家未来在审计考场上做的那个综合题的背景资料 说咱审的就是这家公司 假公司 干嘛的呢 告诉你了 说做玩具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手过或者经历过或者去过或者了解过做玩具的公司 我过去做审计的时候我去过 玩具的那个流水线那个生产线我看过 比如说小朋友玩的那个车 它一般是怎么样的呢 每个人负责不同的零部件 然后完成自己这道工序 然后有人负责 比如说拼起那个小轿车的最后那个底板 有人负责装轮子 那最后的呢 把这些部件 咚一拼一个小轿车出来了 大家往往是怎么去记心记仇的呢 那叫做记价工资 所以朱塞块认为说这个人工成本 我认为它不够准确 所以认为准确性认定有重大从暴风险的时候 我就要做工作 做什么工作 对人工成本进行重新的计算 怎么计算呢 也很简单 就是这个职工他做了多少件 这不就记价吗 然后再去乘以 每一件的单价 这个单价指的是 做这一件给多少的工资 也可以叫做比如单位工资 是吧 咱们这么写 那么承担一起之后 那你就知道了 一共有这么多件 那相应的支付的工资总额就这么多 所以这就是总额 如果你有了这个公式 那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 单位工资 那是明码标价的 是跟大家去签到劳动 劳务合同里面的 比如说做一个给十块钱 十元每件 那我们注册会计师要做的就是 只需要去获得 有多少件这不就行了吗 于是题目告诉你了 说注册会计师从被审计单位 获得了我们审计期间 生产该型号玩具的清单 从中能够读到 一共产生了多少件的玩具 所以有这么一份清单 清单上有寄件的总数 告诉你了 说五万件 于是注册会计师 据此计算出来 工资成本的总额 就是五十万 那被审计单位记录的 也是五十万 相互核对一致 结果满意 可不可以呢 乍一听 逻辑非常的严密 环环相扣 非常走心 实际上可以这样吗 你要注意啊 这是不行的 为什么 单位工资你可以核实 计算过程是咱们计算的 可是呢 这个清单谁给的 被审计单位给你提供的 你别管是财务业务还是管理层 还是甚至有时候考试题目告诉你说 是从被审计单位的那个电脑里 导出来的 都不行 这叫内部生成的记录 我们在审计实物当中 把这样的文件给它起了个名字 叫做IPE 我们在打好基础当中 今年也补充了相关知识 IPE是英文的缩写 翻译成中文 叫做由被审计单位编制的 由被审计单位提供的信息 也叫做被审计单位内部生成的信息 大家记住 只要是IPE 只要是被审计单位内部生成的 内部提供的 咱们答题的模板就那一句话 你最后要说 这样的做法不正确 为什么 答案是 注册会计师应当评价该清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句号 这是满分答案 万变不离其宗 这个例子要听懂 这种答题方法要掌握 IPE要能够考试把它给我认出来 这第一个例子 再听一个 还是假公司 假设还是生产玩具的 玩具生产出来之后 那叫做假公司的存货 我们也知道 我们要去验证这些存货是否真实存在 我们的目标 是存在认定 那我们做的程序 我们拿到的证据 那叫做注册会计师要做监盘 那么这两者之间 通过监盘就能够获得存在认定的证据 我们在审计理论当中 叫做我们所获得的审计证据 和我们所针对的目标之间具备相关性 大家记得吧 好了 这算是复习 接着往下听 说我们在去对存货进行监盘的时候 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层 给我们提供了 存货存放仓库的清单 其中一共有15个存放地点 那我们注册会计师综合考虑了 存放存货的余额的大小 风险评估水平的高低 从这15个仓库当中 选择了其中的4个 来进行存货监盘 利用审计抽样的方法 最后认为结果满意 大家注意 这道题目 这个抽样的过程和最后这个测试的过程 我们假定它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问题容易出现在哪呢 你注意就出现在这儿 如果你想要做监盘 可不可以用抽样的方法 选择代表性的地点 选择代表性的存货来进行呢 当然可以 咱们审计毕竟不是绝对保证 可是你要注意的是 我们选择那个起点 它是由被审计单位提供的仓库清单 这叫什么 这叫IPE 这叫被审计单位内部生成的信息 只要是这些信息给到我们 我们要答题的方式就是 注册会计师不能拿来就用 这样的做法不恰当 原因是应当评价 仓库存放清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这个问题我们会在第13章 第12章 第11章都会提到 关注其中存在的5B风险 在键盘当中要对存货存放的地点的完整性 进行恰当的考虑 所以发现了没有 都是一类题 把这类题叫做IPE的题 所以听明白了之后 这才叫做学到了第三层 叫做大家懂了原理之后 能够运用在灵活的实物案例当中 听明白之后 回来别忘了 这句话各位同学给咱们把它背下来 听懂了之后 我们再来看第三项 第三项 说如果两份证据相互矛盾了 怎么办呢 那我们这样想想 一定是可能意味着存在一定的问题 因为很简单 两份证据相互印证 那表明有更强的说服力 可是如果不同来源的 不同性质的证据 它们不一致 表明可能有某项证据不可靠 我们要去追加必要的程序 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三行字你们都能看懂 自己读也没有问题 那听老师讲讲什么呢 我觉得就讲这句话 应当追加必要的审计程序 这话的意思是 大家一定要做验证 什么叫做验证 当两份证据不一致 比如说放在我的两个手中 左面一份右面一份 你现在发现两个不一致了 考试当中经常会告诉你说 那就采纳这份吧 或者告诉你说 那就采纳这份吧 这都不对 你正确的做法是 先要去验证一下 这两份到底谁可靠 到底谁不可靠 听明白了吗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考试给你挖个坑 他告诉你说 说一份证据是口头的 而另外一份证据是书面的 这两份证据 给了我们相互矛盾的结果 注册快捷认为 应该采信书面证据 再告诉你说 说两份证据 一份证据是注册快捷师 直接获得的 另外一份证据是注册快捷师 从被审计单位那里获得的 那么这两份证据 注册快捷师 直接采信自己获得的那份 那问大家 这样直接采信OK吗 能不能这么做 他说老师没问题啊 因为你讲过呀 书面的往往比口头的更可靠啊 亲自获得的往往比 间接获得的更可靠啊 我这么做何措之有呢 我要告诉你啊 你缺少验证和判断的过程 咱们讲完讲的是一般的理论 可是在审计实物当中呢 虽然一份证据是纸面的 另外一份证据是口头的 可是他俩矛盾了 矛盾就有可能意味着 有多种结果 要不然A是真的 B是假的 要不然是A是假的 B是真的 要不然呢 两个都是假的 都有可能吧 你没有验证 就不能轻听轻信 不能妄自下决断 说一定听这个 一定听那个 必须要验证 所以考试当中 注意啊 这样的思路 不仅是这一章 往后好多章 都要用这样的思路去做题 这第三句话 第四句话 获取证据的时候 对成本的考虑 我问大家 我们能不能去考虑 取证的成本 和信息的 有用性之间的关系 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因为我们的审计 叫做成本 效益原则的权衡 所以这种考虑 是OK的 是没问题的 准则是不禁止的 毕竟呢 咱们审计也不是绝对保证 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 我们不能够因为取证的困难 和成本 作为理由 减少不可替代的审计程序 比如说 山高路远 不键盘 管理层的阻挠 不含症 我们说审计当中 由于这些困难 由于成本比较高 由于审计的经费 你觉得不足 由于审计的时间 你觉得太过于紧张 因而省略了一些 必要的程序 不可替代的程序 这样的做法呢 都是错的 所以我们看 每年我们的监管机构 证监会 各地的证监局 通报的很多案例 大家可能的想法都是 一定有很多高大上的措辞 有很多让我们 意想不到的监管的结论 实际上我告诉大家 不是的 大量的 由监管发现的问题 往往都是这些基础问题 该含症的不含症 该亲自做的不亲自做 该监盘的不监盘 往往都是这样的 所以基础真的很重要 这四句话呢 我不要求大家背 但是大家可以结合 后面的这个解题高手 来把刚才强调的一些要点 咱们再来巩固一下 考试当中考的类型题目 就是这样的 辨析 审计证据的性质 我们来看这么几句 我们都讲过 再复习一下 第一个 别忘了 相关且可靠的才较高质量的 任何说一个都不行 第二个 证据相互矛盾的时候 不能够直接去判定 说某项证据不可靠 要调查 要分析 再次举个例子 比如说口头和书面相矛盾 先调查 而不能非常草率的说 口头的就一定不可靠 我们直接采信书面证据 这是不对的 第三 说评价审计证据的可靠性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例外情况 这个地方啊 容易出现考题的陷阱的 比如说 虽然一份证据 从独立的外部的渠道获取 可是呢 给我们的那个人 他不知情 或者他不具备相应的资格 那么审计证据也可能是不可靠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 审计证据确实从外部独立的渠道来获得的 可是这份浑寒 明明是一个三岁的 还在玩泥巴的小朋友 然后不小心在那一按 一个手印上去了 说认可 然后寄回来了 他都不了解这件事在干嘛 那么这么的证据 从外部独立的获得 你能说他是可靠的吗 也不能 再比如说 说注册会计师 如果他不具备 评价证据的专业圣人能力 他从来没有认真真 听小林老师讲课 一直都逃课 上课睡觉 然后给老师磕头 是吧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犀利糊涂的学完了审计 然后他去取证据 虽然是独立取证 亲自取证 可是呢 也是不可靠的 明白了吧 所以这些大家要注意啊 例外情况 其实千言万语就说一句话 就是我给大家反复在说的 审计证据的可靠性 那叫相对而言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牢牢把它把握好 除了这个命题角度以外呢 我给大家又总结了IPE这个命题角度 大家注意 这地方是考大题的 什么叫IPE 说被审计单位生成的信息 这个在审计的实操当中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也要求大家呢 要认真的掌握 如果是有IPE的题目 考试当中一般都会告诉你 说这是被审计单位 它提供的资料 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层 所编制的信息 比如说举例子 计价工资 刚才说过了 再比如说 通过价格和销量预测收入 通过账零分析报告来计算坏账准备 这些例子呢 可以给你举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十个 一百个二百个都可以有 可是背后的本质都一样 大家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本质只有一个 就是不能够拿来主意 只要是IPE 你就必须要去测试 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否则你后面的工作和结论是不成立的 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这个命题角度也是今年给大家补充的 因为这两年考试也喜欢考 所以大家要关注一下 咱们再来做一个2016年的单选题 让小四给大家谈个窗 这道题目 ABCD四个选项 来看一下选哪个 A 可靠的审计证据是高质量的审计证据 对吗 反复说相关且可靠 才叫高质量 B 审计证据的充分性 影响审计证据的可靠性 充分性那叫数量 可靠性那叫质量 咱们说过质量影响数量 而不能反过来 说充分性影响适当性 充分性影响相关性 充分性影响可靠性 这都是错的 所以B选项是不对的 C 内部控制薄弱 生成的证据是不可靠的 过于绝对 这反复说的 相对而言 内部控制虽然是薄弱的 就一定意味着审计证据是不可靠的吗 未必如此啊 所以C选项也不对 D 说外部独立来源获得的 也可能是不可靠的 说对了 因为有例外情况 比如刚才就举过例子 所以D选项是正确的 答案选D 所以这要题 你看得到啊 这是真题 真题今天能做对 关键问题是上了考场 咱们也能够确保它 一定能够做对吗 这是咱们需要每个人都思考的问题 我给大家写了非常详细的解析 今年大家拿到 打好基础和只做好题之后 应该会发现 每道题目的解析 相比于去年都全部做了翻新 所以啊 我希望大家 真的在平时做题的过程当中 好好的把这些解析看一看 因为本质上 大家总认为说复习 才叫做复习知识点 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 看解析的过程 不也是在复习知识点吗 所以不要错过这样的过程啊 好好写的解析 大家就好好看 针对这道题目呢 在考试当中有很多的变形 因此呢 我给大家放了一些陷阱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说如下给大家放了一二三四四个陷阱 咱们一起看一看 有没有其中存在不当之处 并且要说明理由 来看一下第一个陷阱 说适当性 是对审计证据数量和质量的衡量 大家告诉我对吗 什么叫做适当性 适当性是相关性加可靠性 它衡量的是质量 它并不衡量数量 所以第一个选项是错的 再来看一下第二项 说审计证据的充分性 影响审计证据的适当性 充分性是数量 适当性是质量 数量影响质量吗 说反了 其实是质量影响数量 所以这个说反了 C 第三项 说相关的证据是高质量的 我们说过相关且可靠的 才叫高质量的 也是错的 D 第四项 间接获取或推论得出的证据 是不可靠的 过于绝对 只是说一般情况而言 它没有直接获取的更可靠 但你不能够绝对的说 它就是不可靠的 所以这一项 也是错的 所以这四项呢 都是典型的陷阱 大家可能会发现 审计证据的性质这一节 考来考去 就是那么千言万语 汇成的那么几句话 说法都不一样 但是背后的原理和内核 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要做到的 就是不能眼高手低 好好做题 认真做题 每道题目都要B卷去完成 只要你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告诉大家 今天学是这个深度 到了咱们飞跃冲刺的时候 依然如此 上了考场之后 你会见到原题的 就是如此 因为这些知识就这么多 掌握完了之后 我们把第一节 就给大家介绍完毕了 那我们课间休息五分钟的时间 然后这五分钟的时间 大家把这节的内容稍微温习一下 巩固一下 然后7点55的时候 我们回到课堂上 我们再继续上课 因为同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